環保室在今天正式改造環境部 總統和行政議長都來參加 電力 第一年的環境部長 是表示他的心力壓力是很大 但是會專力來打拚 第一項工作要做的 就是要來推動企業變遷的最關政策 環保團體也在今天舉辦這個記者會 讓環境部一定要六十環境的保護 同時環境部成績 總統蔡英文 行政議長丹建林 才出席成立掛牌電力 把安保條留來 也代表國來環境地理心理領畢 在正式的報達進展 修林部長接受每天的採訪時表現壓力很大 說會跟地理中興大學成功減減打到環境部 我會秉持著這個精神 把他帶到環境部 薛部長標示 如臨後的貫徹總統三世 二零五零零百雄 六十零火器 但一直反對立掌牌設立 需要火器物 風化露的環保團體 保護生的環境部 不能幫自己做小事 你不能再說我就是來負荷來應對這樣 我覺得不行 環境部你要把你的價值拿出來 環境優先 我們也有所期待啦 也希望他家家有 譬如能夠找環團來給他上課 占對協和電視改建案 接下來 環境部占對四十環境深沙 是不是有通過時間表呢 部長表示 正念之後會把他列作 積極推動的環境 康大公民 環團產務 他也會親心拜會 雞人市長謝國良 希望開行保公 共同努力 記者臨 翁兄長 SNG小組 台北報道